四年前二字头不到高雄果贸金剑五字头开架 跟高雄豪宅区美术馆特区 仅一线之隔的果贸地区 区域生活圈都以老旧果贸国宅为主 长期以来鲜少新案 房价涨幅较不明显 没想到这去年底也因台积电男子建厂议题 新屋房价也跟着起转 苹果新网查证发现 区段目前成交单价最高 每瓶已来到36万元 该区从四年前 2018年新屋开价约17至19万元 如今出现开价突破五字头个案 清晰流域 出现房价开价近暴涨超过30万元 2018年公开华友联造证案 华友联哀世界 当时开价每瓶17至19万元 一乐居王显示 社区均价每瓶15.55万元 新一年成交18.48万元 然而最新进场销售的永信建设清晰流域 每瓶开价38至51万元 从开价一字头到目前已达五字头 才短短四年时间 但瓶颈出现超过最多达30万元价差 近期在不少房地产群组清晰流域被传出A万户 54.86平三房含平面车位 成交2250万元 换算每瓶成交41万元讯息 记者求证清晰流域专案经理 他指出建案开价38至51万元 而目前成交单价落在33至36万元 未来确实有机会挑战四字头行情 预计6月正式公开销售 清晰流域因高楼城可远眺军港视野 因此开出五字头房价 高雄各区信物房价已出现比较效应 过去被视为市交的男子 从信物一字头跳涨到目前成交要落在三字头 地段上距离市区更近的国贸 周边近邻美术馆特区 因此房价开始挑战三到四字头成交 入未来美术馆 农石榴与汉神巨蛋商圈出现五字头房价 部分购物族因预算讨量会在美术馆周边置产 国贸地区价格就可能颠高上去 命华有连在今年第二季将推出大楼造证案 NASK TEAM ONE 应者表示近年来因原物料大涨 未反映成本竟然目前锁定成交单价 落在38至40万元 不但一提的是 去年上半年高雄美术馆特区 还有机会以美瓶25万元购入新屋 然而现在不仅买不到 甚至已是部分屋林15年以上 中古屋成交价